这张报纸 小五子临死的时候 手里还攥着这张报纸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是三年前的一张旧报纸 小五子肯定在这张报纸上 发现了他们什么线索 所以他们才要杀他 大哥 要给五子兄弟报仇啊 对 对 报仇 这个仇一定要报 我还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这个人杀人凶残 一刀双刃 你们仔细地想一想 师爷手下 谁最擅长用这种刀法 好像师爷手下面 那个留小胡子的 小胡子 小胡子 你又气就要他 你又要她 你们仔细才念你 你你觉得她的心情 就要有这种心情 你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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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你 柯先生有你这样一个 有情有义的学生 我想他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还没有抓到杀害柯先生的凶手 柯先生是不会瞑目的 小坡哥哥 我知道谁是凶手了 你又知道了 你知道杀也知道 我问你 柯先生死的时候 是不是脖子上面 有一个Z字形的刀口 你咋知道的 那杀害柯先生的凶手就是他 谁啊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还不确定 对了 你们铁路局能找到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一日的山东日报吗 你要旧报纸干啥 珍珍 你这整天头一下脚一下的 到底啥意思吗 找到了那张报纸 所有的谜底都解开了 小坡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好 跟我走 笨蛋 放手 小溜 小溜 香 小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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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有情况 快 什么人 是你 来 坐着 没伤着吧 跟我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姐 多谢你出手相救 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 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 我的那些弟兄们了 谢酒不必了 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你跟他们怎么结的成 你不说我也知道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你就是筷子会的头 他们都叫你小吕酒 对吧 我不是头 我只是个摆设 那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 追杀你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 金浦铁路军列爆炸案 就是他们干的 德国工程师 克里特先生 也是他们杀的 我现在是在暗中调查他们 所以 所以他们就要杀我 姑娘 喝点水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什么路 投案自首 我 珍珍 别犹豫了 听我们支队长的 没错 支队长 明天你就跟我去投案自首 你放心 只要你坦白交代 立功赎罪 我们人民政府会给你条出路 而且会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珍珍 你怎么犹豫了呢 咱不是说好了吗 说好的事情不能变 走 珍珍 我先进去找流空局长 先打个招呼 等一下再叫你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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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卢大姑同志 你坐吧 卢大姑同志 喝口水吧 我听说你在调查这个郑祥和跟踪他 卢大姑同志 你应该相信我这个局长 不不不 你应该相信我们 刘虹同志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 我今天来呢 谈的不是这件事情 我是有个很重要的线索 来给你汇报 你跟我汇报 对呀 那 那你说你说 筷子会你知道吗 筷子会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 不就是那些毛贼吗 你说 我昨天救了一个筷子会的人 从他的嘴里知道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 啥线索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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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呀 这个筷子会鱼龙混杂 他们当中什么人都有 我救的那个人叫珍珍 她说有一个日本人就是筷子会的军师 而且她还跟我说 铁路爆炸案就是这个日本人策划的 啥 这个军师是日本人 对 王八蛋 这只黑手果然她娘是日本人 卢大公同志 你等着 你等我抓住她 我亲自把她崩了 刘虹同志 你先别着急嘛 这个人我给你带来了 具体情况你再仔细问问 来 珍珍 珍珍 卢大公同志 你带来的人呢 刚才就在这儿呢 行了 你别蒙我了 我没有嫌姑父跟你瞎扯 你 你说我蒙你干什么呀 小同志 刚才我带来那小女孩你看见了吧 看见了她走了 你进去没多会儿她就走了 走了 这个珍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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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啊 爸 你咋来了 我来找你有点事 啥事啊 坐下说吧 你们两个下去帮点别的吧 洪哥坐 坐吧 小波啊 听说你交往了一个丫头 是不是啊 是 她叫啥 找珍珍 她最近来找过你没有 哦 那她有两天没过来了 咋了洪哥 她要是再来找你啊 啊 你就把她给我抓住了 抓住 就是别让她跑了 明白吧 洪哥 你这头一下脚一下的 到底咋回事吗 你真不知道 不知道啊 你知道 这个珍珍她是干啥的 不知道 她是筷子会的人 小李九你知道吧 小李九就是珍珍 这个珍珍就是小李九 所以啊 你一定要把她给我抓住了 好 珍珍 报纸的事有着路了吗 大哥找不着啊 三年前的旧报纸 哪有那么好找的 我找了好几家旧货店 有的有旧报纸 可就是没有 一九四二年 十月二十一日的 山东日报 不行 一定要找到 只有找到她 也许咱们才能解开 一个天大的秘密 可是上哪去找啊 对了 学校里会不会有啊 嗯 你们要多动脑筋想办法 除了学校官府 还有那些大户人家 读书人家 要发动所有的兄弟 以收购旧报纸的名义 挨家挨户上门去收购 行 行 大哥 这件事情 一定要神不知鬼不觉 千万不能声张 嗯 小五子的死已经告诉我们 宋师爷的人 已经盯上咱们了 是啊 嗯 还有 这个地方以后不能再来 他们已经发现了 请进 小婆哥哥 你 你就是小李小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本来不想瞒你的 可是我害怕 你说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我还有好多事情瞒着你 你 本来我是要去投案自首的 是你们鲁支队长带着我 就是那个女的 三十多岁 我知道 那是鲁大姑同志 运河支队的 那天 他带着我到了铁路局门口 去找刘局长 让我把所有的事情 都交代清楚 可是 报纸还没有找到 宋师爷是谁 这些秘密都没有揭开 我怎么能去向刘局长 交代清楚呢 所以 后来我就 就跑了 啥宋师爷 啥报纸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的 山东日报 你帮我找了吗 我帮你问过了 铁路局势新成立的 根本就没什么旧报纸 也许有一个地方有 你可以帮我找到 我今天来 就是因为这事 哪有 你说吧 早中火车站 那里的报纸 不都是给旅客阅读的吗 他们 他们可能把旧报纸 保存下来了呢 我帮你问问 你待在这儿 不许走 小破哥哥 我不会走的 我在这儿等你 等你找到报纸 陪我一起去刘局长 那团案自首 这儿 就是他 他在筷子会里面是军师 弟兄们都管他叫宋师爷 宋师爷 嗯 难道这个宋伟她还真活着 丫头 那你说说 你还值得啥 筷子会里面还有一批日本人 他们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 还有小票车上被劫的那个姓吴的 也在筷子会做帐房先生 他们杀人越货爆炸军列 都是听宋师爷指挥的 你是说这些事情 都是这个宋师爷指挥的 是 小破 到 我现在命令你 集合队伍包围快乐会 是 小破 到 封锁所有的羊口 是 封锁所有羊口 局长 就在前面 走 那边快走 来了 那边 快点快点 死一个 搜紫器了 那边 每一个角落都要搜紫器 那边没有 那边也没有 报告局长搜过了没人 丫头 你跟我说的那个日本人 他平时就住在这儿吗 嗯 有时候来 有时候不来 鸿锁 依我看 咱们得留些人在这守着他 你认为他还会回来 这个王八蛋 他能跑到哪儿呢 这些钱 留给你和你的弟兄们 过些日子 我再派人送些钱过来 谢谢师爷 谢谢师爷 我走了以后 弟兄们各回各的家 你还住吴先生那儿 没事 不要出门 专妖那儿就不要去了 一定要记住 为什么 丫头去向不明 表厂肯定暴露了 去了 会很危险的 知道吗 他们的目标就是你 那当然 有鹏亮在 他是绝对不可能放过我的 是啊 但是不要紧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 他们抓不到你 等我把弟兄们都联络起来 筷子会一定会东山再起 好了 那俺等着师爷 我如果有行动 会让冯掌柜的人去通知你 你若有事 可以到快活里 直接找冯掌柜 好 师爷 保重 政委 政委 老胡 你看 这报纸你看过没有 看过啊 这不老报纸吗 对呀 这个人 这不松伟吗 对呀 松伟这个狗日他真没死啊 他就是筷子会的黑手啊 找到证据了 小李九告诉我的 这个松伟啊就是筷子会的师爷 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 我们就去抓他 没想到让他给跑了 哎呀他奶奶的 政委你说这天底下 他还真要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啊 嗯 我原来对这事就有怀疑 但口译找不到证据 日本人和希特勒都用过这种手法 冒名领替 哎呀 政委 你说这个松伟他花了这么大的本钱 找一个长得一样的人替他去死 他这背后 他一定会有啥名堂吧 现在连港村宁寺都在为蒋介师福 不可能没关系 这背后肯定有名堂 不管他有啥名堂 反正有你政委在啊 我心里就踏实 谢谢 不行 我得赶快回家了 你回家干啥 回 回家做饭啊 你算了吧 嫂子在家做饭呢 还用你 哎呀 我跟你说啊 这个 我走了啊 走了啊 什么呀 鬼鬼祟祟的 回来啦 哎 这 哎呀 转悠了一天 也没等着那只兔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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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看那饭已经做好了 你是先吃饭呢 还是先歇会儿呢 先让俺歇会儿 好 那就去歇会儿 哎 哎 哎 来来来来 来 靠这儿歇会儿 来 靠 靠这儿 靠这儿 哎 来 把腿拿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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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啊 这转悠了一天 也是不容易啊 哎 我给你转两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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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蛋他跑了 怎么样 俺说他没死吧 你就是不信 现在你相信了吧 程天跟俺 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怎么样 你说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错了吗 这叫啥认错呀 那还咋认错 你总不能让我给你跪下吧 你就得给俺跪下 你跪不 跪不跪 行行行 哎呀 媳妇 我错了 行了吧 俺跟你闹着玩呢 你说说 宋伟那家伙 到底跑到哪去了 他就是跑到哪 我也要把他抓住 媳妇 你可真行 我给你试试 特派员 你看 靖埔铁路总局 刚刚发来几电 老头子又在重情骂人了 交通部长已被撤职 靖埔铁路 如果不能在 规定的时间内通车 老头子扬言 一定要杀几个 以敬效尤 咱们三个人的脑袋 能在脖子上待几天 可就没法说喽 对了 咱们可以向虚州求救啊 让虚州出兵 反正早晚也得打 是 这是最后一步棋了 罗代表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不要指望军队解决问题 以后 不要提这种荒唐幼稚的建议了 我荒唐幼稚 要不是你荒唐幼稚 咱们今天能落到这个地步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求护酸长相互埋怨 且不说为了党国的大业 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 我们能不能团结一点 大度一点 你自恃清高 自恃高敏 你把我们都当成恶斗了 你还让我们怎么和你团结 你说话要负责任 你们两个不要争了好不好啊 我们应该尽快破解 眼前的僵局啊 破僵局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丢阻宝具 你说吧 怎么丢阻宝具 共产党不是一直要求 缉纳凶手吗 我们就把你手下的牢牢 给他们送两个 堵住他们的嘴 不行 军统的人都是党国的精英 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 我不能出卖他们 就是打死我 我也不能交出自己的弟兄 特派员 无论你的人多么重要 他也不如金谱铁路重要 更不如我们向上人头重要 对吧 就是啊 咱们不能为了这件事 把咱们自己的小命都搭上 是啊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 军统特派小组 他们在藻庄地区的成员 绝大多数人都隐藏在铁路系统 名单摸到没有 算是没有 目前我们怀疑的对象只有郑祥一个人 那他们的电台 军区敌工部查得咋样 也没查到 据这个军区敌工部的同志讲呢 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电台使用次数少 二是可能跟电台频繁更换收发报地点有关系 所以不太好查 小绝 咱们都找了这么多天了 你说电台怎么就找不到呢 是啊 郑祥是个狡猾的东西 当年小鬼子费尽心思 都没找到他的秘密电台 支队长 照你这么说 咱就找不到了 怎么找不到 他铁道游戏队找不到 咱们运河支队不可能找不到 那你说咱咋找啊 我想 郑祥一定是把电台 藏在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这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是啥地方啊 郑祥去过的地方 咱们都去过呀 支队长 有些地方咱没找过 哪儿 火车啊 郑祥是站长 他经常上火车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走 去火车站 支队长 这么多火车咱们上哪儿找啊 咱一辆一辆的找 我就不信找不到了 走 起得很早嘛 特派员心情不错嘛 活动活动 咱们 昨天晚上想得怎么样了 特派员 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你别说了 我已经请示了戴老板 那 戴老板怎么说 批准了 走吧 我们去见林峰 好 走走走 走 林峰那儿 咱们不能一起去 还是留个回旋的余地 我去 胡先生 还是你一个人去吧 我去 对 一个人去 有些话好说 好 林先生 说来惭愧呀 我们每次都说真诚 可每次 总是出现一些 不该发生的事情 你今天这话 倒是挺真诚啊 那是 我今天是报这儿真诚来的 林先生 如果我们这边把案犯交出来 你们共产党方面 能否信守承诺啊 等等等等 把案犯交出来 案犯怎么会在你们手里 林先生 有些事情 我们也是没办法 我们内部派系林立 各自为政 我们内部的事情 我就不细说了 如果我们能满足贵党的要求 你们是否同意 马上结案 并允许我们进入金浦铁路现场施工呢 好吧 只要你们交出案犯 我们共产党人 是会信守承诺 说话算数的 说吧 案犯到底是谁 知道找你来干什么吗 请镇长指示 你和你的特快小组 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们要转移了 你们已经暴露了 仓库栽赃陷害 杀害克里特 这些情况共产党都掌握了 克里克不是我们杀的 是日本人干的 现在的形势 需要你担负起这个责任 站长 为什么要袒护日本人 不该问的别问 执行命令 具体任务是什么 向共产党方面交出电台 另外 交出几个小组成员 站长 电台可以交 只是手下这些兄弟 跟我出生入死 抗战八年 不合适吧 干了这么多年 竟然连军统的规矩都忘了 这是戴老板的指令 牺牲的同志 戴老板会给他们请公的 我接下来去哪 原地千夫待命 军统局直属的特别行动队 马上就要进入藻庄 归你指挥 配合金普路的行动 我明白了 记住 两天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 不露声色地潜入地下 是 是 张大哥 咋的了 我瞅着你今天有新事啊 仓库栽赃了事露馅了 兵其刘红他们已经知道是我干的 马上就要来抓我 啥 露馅了 他们会不会连我也一起抓起来啊 他们会不会连我也一起抓起来啊 他们暂时还不会动你啊 他们暂时还不会动你啊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是仓库主任 而且跟你接触频繁 我脱离不了干系 我不会把你牵连进来 我 我不会把你牵连进来 我现在要给你指出一条路 你必须马上去主动报案 一定要告发我 不可能 我孙玉天干不了出卖朋友的事 你必须得这么去做 要知道 这是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 至于道舍怎么自言其说 记住 事先自己一定要好好动动脑筋 好 大哥 大哥 那咱们就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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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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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虹 政委 这是林代表 刚刚给我的潜伏特付的名单 你看看 咋才这么几个人啊 这不是特快行图小组的 全部名单吧 徐长 这有证相 这儿 老虹 事不宜迟 赶紧抓捕这些人 好 梁子 小布 跟我走 是 组长 还有弟兄们没撤出来 组长 我们还有三个D9没撤出来的 我们不能扔下他们 他们已经暴露 撤不出来了 他们已经暴露 撤不出来了 不 完全来得及 你是故意把他们留给共产党的 执行为了 发射 是 是 老虹 我们要看 只要是 不是 希望 其病 唉 怒 快 走 走 政委 老洪 怎么样 他奶奶的 硬是让郑翔这个王不但给跑了 郑翔住的那个小院 我待人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 既没有发现电台 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 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政委 机长 王毅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抓住三个 有一个看向拒捕被我们当场击毙 人呢 彭科长正在偷袭审讯 好 好啊 好 鲁大姑同志 你咋成这样了 早回事这是 我 我在火车上发现了政响 还有电台 他 他跑了 李正同志 就送到这儿吧 好 怎么着刘洪同志 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我咋会生你的气呢 我这个人哪 从来不跟女人生气 这就好 这才是革命同志吧 我这个人呀 一不怕争吵 二不怕批评 但是就怕搞一团和气 那就二团和气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各位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我刘洪没有说假话吧 我们共产党人是说话算数的 这回你们可以相信了吧 那是 相信 相信 你们共产党人 言必信 雄必果 我一诺千金 我虹某佩服 佩服啊 哈哈 请问刘局长 这个损毁路段的施工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那清理完现场以后 我们马上就开工 但是 修路的资金 要由你们国民政府来承担 你放心 金埔铁路总局 已经向交通部打了报告 至今由交通部直接拨发到 鲁南铁路局 这就好 那就请各位放心吧 现在工程指挥部已经成立了 有我们的刘洪局长任总指挥 有我们的官副局长和胡代表 任副总指挥 到时候就请你们来验收 剪彩 等着听火车拉饼吧 既然没什么事 我们先走吧 好 好 我们走了 好 再见 走 刘局长 拜托了 不必客气 雷江同志 刘洪同志 管一同志 我相信金埔铁路这篇文章 你们一定会做得大气 漂亮 一定 放心吧 首长 再见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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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个拿到德信当铺 当了吧 夫人 这可是您上个月刚买来的呀 有什么办法 如今的日子 是越过越穷啊 媳妇啊 跟谁苦穷呢 去吧 媳妇啊 我是让你睡当街了 还是让你要饭去了 我看这样下去 真的是离要饭不远了 媳妇啊 这件首饰 就算是在当铺暂时存着 你放心 用不了一个月 我保证给你赎回来 我保证给你赎回来 瞎说谁不会呀 我白菊花混了这么多年 就剩这点家底儿 全都贴给你了 还赎回来 我看最后啊 人都得搭上 我看最后啊 我看最后啊 你要不要 我看最后 我看最后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要落山寥 回山湖上 几年悄悄 含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尝起那东人的河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 向街上奔驰的群马 说战船铁岛线上 是我们沙的好战场 我们把飞坐女房飞翔 装火车没有下照亮 就像刚到大冰堂 大腿就会被淡散 西边的海洋 就要我闪亮 为此的我日就来到 看起我心爱的土琶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